很謝謝KKBOX 然後很謝謝得到這個人氣歌手獎 其實從發片開始到現在 有非常多的場合 有很多機會表演給大家 然後覺得今天就帶來比較不一樣的樣子 覺得很符合KKBOX的多元的感覺 所以就換了衣服這樣 而且30秒之內快速換裝 我們想要抓破站都沒看到了 我們真的非常的驚險 其實有特別彩排 緊張到都啪音了 然後彩排的時候沒有正式那麼順利 正式還留了一點時間 可以讓我在升降台串一下 而且這也是算是第一次在小巨蛋 唱新專輯的新歌對不對 不是第一次 在之前紅白的時候就有一個 對 可是我們還沒播啊 我們先播 我現在在想有沒有更早之前 應該沒有 我忘了 因為太常來這邊 好轉 來這邊你可能也是來看演唱會什麼的 OK 是的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2020嘛 就是新的展望 有沒有什麼新的計畫呢 有很多新的計畫 但都不能說 對啊 是好吧 那就盡情期待你的新計畫 想要做的事情 是 對 尤其這張專輯跟好多好多 這個新的朋友們一起的合作對不對 那2020有沒有想要也要跟好朋友們 再有一些不一樣的創作咧 因為才發新專輯 所以還沒想那麼多 想要先把這張專輯也宣傳好 對啊 因為其實宣傳期在台北是告一段落啊 但其實還要去其他城市這樣 是 對 真的也是上次的巡演已經快要告一段落了 對 2月底就會結束 是 那 大家說你要當什麼女團的選秀的導師 還是主持人 導師 導師 那會不會有什麼要給 就是來參加這個比賽的年輕的小朋友們 一些在 像如果真的有一天也想要跳上小巨蛋 唱上小巨蛋 我覺得我想要跟他們說的是 我小時候沒有做到的 就是要當一個小孩 就是如果你年紀很小 你就盡情的當小孩 可是你現在長得還是小孩啊 那沒辦法 娃娃娘 你今天好矮喔 我腰都快痛死了 人家在取笑我 好 最後一個問題 耳環不會很重嗎 不會啊 好 摸摸看 很輕 好吧 不然想說這樣 越帶越有福氣 耳垂拉到這裡 你可以問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嗎 我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啊 因為我們給女生一些 Fashion上的指導啊 謝謝 好的 還有沒有什麼媒體嗎 有沒有人好 今天說如果他們是一族人氣 那繼續過零 會跟以前不一樣嗎 這個問題因為 可能宣傳期的關係 所以我已經回答好多次了 今天就不跟大家多聊 但是確實就不在台北過年 剛剛唱這個大家不知道 今天說這首歌 比較常會有比較害處 你自己在台上表演的時候有這種感覺嗎 沒有 我就是豁出去了 因為這歌單是我開的 我開的時候 我覺得 我還就是 又抖了一下 就覺得 自己開歌單自己抖 對 好特別喔 這麼大膽這樣子 這也太奇妙了吧 我要唱的是 LOVES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OK 然後還覺得說一定要 因為曲風太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在短時間之內換裝這樣 是 所以就覺得真的很 因為KBOX真的很照顧我 所以我覺得很想要回饋 所有的支持我的音樂的朋友這樣 對 所以給自己的挑戰自己去突破 自己就會覺得很滿足 謝謝大家 你就是因為剛才Lulu在介紹妳的時候有恐怖 反而封為三金屋生 那目前的話 金屋的部分 你會覺得 因為他這樣放妳壓力會比較大 他應該是要說都入圍過啦 他不小心幫我得獎了 我只能說希望他是開金口 對 對 就承他幾言 他可能就是一心一意的覺得我都得過 很謝謝他這樣子 有這樣的認知 你不用不用 不能怪Lulu 我陸也以為我剛生完小孩啊 所以不要怪他 謝謝 謝謝 謝謝楊佳麟 謝謝